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府话语新闻节目,我是记者Emma 第二届华盛顿中美论坛于2016年8月27日在华盛顿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论坛将以跨越边界为主题,围绕中美旅游年、女性领导力、新媒体、房地产以及青年创业等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华盛顿中美论坛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盈利机构 旨在搭建大华府乃至全美青年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中美两国民间交流 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先参赞田德友出席了本次活动,并为论坛进行了开幕演讲 在这利用这个论坛能够了解中美之间发展的一种趋势 我们是特别了解中美贸易和投资这种发展的最新的情况 包括中美之间在旅游、教育以及商贸合作的这种发展的情况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这个中美论坛能够越办越好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还有中美强基金会首席云官Morgan Jones 前百度国际媒体公关总监唐朝乐队创始人郭宜广 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经济发展部负责人Victor Hoskins 本次论坛邀请学界、政界、商界等多位知名嘉宾 以分论坛的形式与参会者分享中美不同领域的见解和展望 中美论坛为中美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与青年专业人才 提供深度交流的机会以及更为直接的交易成果 我们创建这个论坛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更多的沟通中美之间的一些联系以及帮助亚裔参选 中美之间有非常多的机会和挑战 而我们希望抓住这个机会然后面对这个挑战 这样才能够有更多的新生代的力量来加入到这个群体中 华盛顿中美论坛组委会 由中美青年专业人士共同组成 论坛与每年秋季在华盛顿举办 我们期待华盛顿中美论坛为中美青年专业人士的成长 以及跨越翻离的努力提供强大支持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府好语新闻节目 我是记者Emma 在华盛顿为您发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